公元1368年正月,朱元璋在南京称帝,建立了大明王朝,就在朱元璋称帝的同时,朱元璋仗下的第一大将徐达正在北伐,几个月之前,朱元璋命令徐达、长玉春等将领,率领25万军队大举北伐,朱元璋称帝的时候,徐达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山东地区,在此之后,宁朝军队攻克了元大都,不过攻克元大都并不意味战争的结束,随后,宁朝和北元政权 围绕着山西地区爆发了大决战,结果,十万蒙古骑兵全军覆没,认真的说,徐达北伐的一路上,并没有遭遇强烈的抵抗,最剧烈的战役出现在河南地区,元朝的五万军队一败涂地,在此之后,徐达的部队从河南攻入了河北地区,得知明朝军队到来以后,元朝皇帝没有经过什么抵抗,就带着后飞,官员逃往了蒙古草原,真不知道,当年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都去哪了, 由于没有遭遇什么抵抗,宁朝军队占领了元大都,请注意,已经带会蒙古草原的北元朝廷还有很强的实力,当时,摇东,山西,陕西,云南等地都还在北元的控制之下, 北元皇帝似乎感觉自己不应该逃回草原,宁朝军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,北元皇帝命令第一名将王宝宝全力反击,趁机收复自己朝思暮想的元大都,王宝宝是北元朝廷的头号大将,他制定了完美的计划,当时,宁朝军队兵分远路平底河北全境,王宝宝的计划是打击其中的一路明军, 如果徐达率领主力增援,那自己就趁机夺回元大都,如果徐达没有增援,自己就吃掉这一路明军,原来总之,无论徐达怎么行动,自己都有绝对的优势,请注意,王宝宝率领的十余万军队,几乎轻一碎的骑兵,王宝宝可以利用骑兵的机动性,打徐达一个时间差,但是徐达毕竟是明朝的第一名将,王宝宝挖好的大坑,徐达当然不会傻乎乎的往里跳,既然王宝宝已经 兴兴朝而出,徐达决定趁机占领王宝宝的老窝太元,如果说这是赌博的话,徐达完全输得起,而王宝宝一点也不敢输,得知明朝军队围攻太元之后,王宝宝火速回防,这是明显的围点导员战术,其实徐达并没有进攻兼部的太元城,而是在太元附近等着王宝宝,王宝宝的军队有11万人,而且都是骑兵,徐达的兵力略多于王宝宝,但是骑兵只有4万,在这样的情况下, 如何击败王宝宝是一个大问题,大将长律春的建议是趁着王宝宝刚刚回防,直接发动夜间突袭,不得不说,这个建议是正确的,徐达命令从三个方向进攻王宝宝的大营,由于没有任何防备,这11万北援军队几乎全军覆没,北援军队伤亡了多少人,已经无法统计,但是,明朝军队侮辱了4万多北援官兵,王宝宝只带了10多个复卫突围,在经历太元之战以后, 不仅大兜的威胁解除了,明朝军队还趁机占领了山西耿地,在占领山西之后,徐达下一个目标就是陕西的李思琪,这是王宝宝的老对手了,说起来李思琪这个人很有意思,明朝后来派李思琪去劝想王宝宝,可是王宝宝没有任何投降的意思, 对于明朝来说,王宝宝一直是心腹大患,徐达和王宝宝互有胜负,直到王宝宝去世,明朝方面才松了一口气